哈喽,大家好,因为我七月呢,要有开绘画课程,然后还有开那个绿优大文化的课程这样子,所以觉得有一些人不会太文字,就觉得为了你们可以学得轻松一点,不要逼自己先要会太文字才可以跟我上课呢,所以我今天就觉得可以来介绍一下,我平常用英文拼的,呃,就是太文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就是我有附一些太文字, 给那些现在有在努力学太文字的人士,你这样会知道是要念的时候要该怎么念才念得正确呢,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念得最正确的话,就还是需要学太文字啦,因为你看得出来是字是怎样,然后还有看,看得到母音这样子嘛,你就会念得比较准一点,特别你是用中文去拼太文的声音的话会比较难,因为中文的尾音太少了,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念得比较准一点,特别你是用中文去拼太文的声音的话会比较难,因为中文的尾音太少了,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念得比较准, 比较不正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现在就先看一下,就是我用英文的拼法,然后再教你每一个字怎么念,好吗,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学太文字的话,就广告一下,我有在教哦,就是有在教太文字,这样子,如果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络,好啦,我们开始,OK,现在哦,如果你不会太文字的话,你就把今天该学的就是, 至少就是把你的心放在那个英文字就好,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一二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平常教呢,它就是声调,然后我选不用的它是中文的,所以你看到一它就是第一声,看到二就是二,看到三就是三声,看到四就是第四声,这样子,没什么很难吧,就是一二三四, 这个就是我的教法,用一二三四,因为打字的时候比较快,直接把数字放在后面,这样子,好啦,我们开始吧,这个呢,第一个,你看到G的时候,如果你是用汉语拼音的话,它就是刚好是歌了嘛,然后如果用注音去写的话,就是这个,所以看到我写G的时候就是歌,可是泰国人呢, 我们都选不叫我们的母,呃,子音哦,这样子,然后等一下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大哦来写,我们选不都会念成哦,歌,可,可,之类的,没有像中文一直改嘛,不不不不不得特,机兮兮,什么之类的,我们全部都是念哦,OK嘛,然后有可以念成,第一声和第二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念,歌,OK,你看到G就是我写歌,就对了, 然后这个K呢 如果用汉语评音就没问题 它就是K了嘛 用注音的人就是 它就是K OK吗 这个讲这样子 这两个字是念KOR 不用去管它的名字 因为不是我们的重点 今天不是来上文字班 我们来上我的英文拼法 是什么意思 OK KOR 然后这个有三个 都念一样的 是KOR OK吗 KOR OK 这个是念平平的 KOR 这个是KOR 因为有2 放在后面的 OK 如果跟我学过 泰文字的话 你可以知道是 这两个差别 是什么 哪一个是真正的泰文 哪一个是外来语的 没有学过的 没关系 你现在就是 注意听我讲的每一个声音 要该怎么念才正确就好 OK吗 这个是念 有笔音 这个呢 用英文的词典的符合 5号它是这样子 N加G 这很像英文的SING 它是有N 或者如果你会粤语的话 它就是很像粤语的我 有一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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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声音 OK吗 有笔音 这个 如果是你只会讲普通话 或者就是中文这样子 就是要练习一下 因为中文没有这个声音 好 然后这个呢 Z 这个 G啦 这是其实我们要 我会习惯就是用G 这个 就是 G 这样叫 ZO OK吗 ZO 然后这个呢 这个 是刚刚 刚好 碰到 所以不用去管 这个 OK 好 删掉好了 OK 这个呢 是 ZO ZO OK吗 然后这个是 ZO 所以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不一样的声调而已 OK吗 然后 然后 这些 都是念 有 的那个声音 OK吗 有一些老师 有可能他习惯用H 如果你是跟其他老师 学泰文 然后他用H 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就好 可是我的习惯 我是用CH 这样子 OK吗 我先跟你说 泰文没有 就是 准舌的声音 所以我们都没有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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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Z Z 如果不会注音的人 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他就是汉语平音的这些 Z Z 这个是我的Z OK吗 Z 然后 这个是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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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这样子 我们没有的 所以对泰文来说 我们要学中文之后 这些也非常难的 OK 这个是 很像比较像给我们的 英文的 CH Z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叫 T 这个叫 T OK 然后 这个呢 看到S 就是 S OK吗 这个字念 So OK So 然后 看到Y 我的Y呢 泰文符号是有两个 这个是 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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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你要念出来 这个YOR 的声音 YOR YOR OK吗 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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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呢 这个就要小心一下 因为 有看过 不同老师会用不一样的符号 这个我的习惯我会用D 可是它不是中文的 不是汉语拼音的 T 不是T 它不是T 因为T 声音比较重 我的习惯会用两个T OK吗 两个T T T 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 这是英文的D 它比较轻的 它是T T T 是Dog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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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比较轻的 这个是比较重的声音 T 比如说呢 大 多 还有一个字 D OK吗 T 这个中文有 所以没关系 这个中文有哦 这个中文有 这个是英文才有 OK吗 然后这个时候没问题了 T的时候呢 我写T 一个T呢 就是T 用主音就是这个 用汉语拼就是已经是T了嘛 OK 这两个也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 他 图 通 这些的 这个是T 所以 泰文没有 中文没有 是这个 OK吗 这个中文没有 然后 你就不要搞 搞混就对了 这个不是中文的T OK吗 中文的T 我的习惯会用两个T OK 好 然后这个呢 是 N N N OK吗 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 N N OK 这个你懂就好 就是注音 然后汉语评词已经是N 这个 好 这个 这两个也有问题 OK 我写两个 我比较声音比较重 他就是注音的B 或者汉语评词是一个B 这样子 OK吗 它是中文的 比如说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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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文有的 它是两个B 比较重的 比较轻的声音呢 我写一个 因为它比较轻嘛 它是英文的B 所以比较轻的 比如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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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较B B B 这个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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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然后这个呢,你就看,两个都是per嘛,所以它就是per 汉语评已经是p了,所以这没问题,这个中文有per 然后这两个是f,汉语评就是用f,注音就是用f,f,这样子 中文有,所以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呢,是m,这个中文也有,注音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要谈舌,要讲的正确是要谈舌 它是r,ro,ok吗,ro,要谈舌的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英文的r是打,可是它不是英文的r 不是raw,这样子,不是raw,red,rabbit,不是这种r 也不是中文的r,这个是注音哦,这个是注音 不是中文的r,不是日,ok吗,不是这个字,ok 日月坛的r,那个不是r,不是这个r,ok吗 不是,这个是注音,这个是汉语评音哦,不是这个 这个是中文,这个是中文,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声音,ok吗 也不是英文,这个是英文的r 也不是这个,它很像什么,它很像西班牙,spanish ok,好,我写spain就好,因为太长了,ok spain或者russian,俄文的,ok 我写rus就好,ok,the r,ok吗,the r,所以要谈舌 有rrr,rr,gg,raw,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说哦 泰国人我们也不太喜欢念ro,我们不喜欢坛舌 所以我们会偷偷懒惰,会念成 ell,le,这个就是注音 然后汉语评这已经写少了,l,樂,ok 就是这个,这两个符号,就是了,ok吗? 然后有,这个就是要念得出来,很像刚刚,要,要念出来,对吗? 我先删掉这个,要要念出来,一样的,这个也要念出来,ok吗?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声音,可是它是有神调,刚刚我们看过了, 说,平平的,然后这个呢,是念,呵,这个是念,呵,你看到吗? 有符号,有二和一,用中文和拼音去写,就是已经是呵了,用注音去写,就是呵,ok吗? 呵,这两个是呵,然后这个就是,哦,哦,这个声音也有母音的,哦,嘴巴要展开哦,比较大, 不是很像小小的英文的哦,哦,pq的这个,不是这个哦,然后不是那种哦,哦,哦,那种不是哦,它是哦,很像你懂了哦,你要展开嘴巴,这个OK吗? 所以它是大哦的,它是大的,你嘴巴要展开一点才讲出来,不是英文的哦,pq,好,那我们知道了指音,你就来看一下母音,我的拼法呢,是,泰文的母音有分长音和短音,OK吗? 长音呢,我会写两个,我要念比较长嘛,或者不然我有时候我会插一条线在后面啊,上面啊,下面啊之类的,看我的心情 可是,大部分就是你看两个就是长音就对了,写一个呢,就是短音,就比如说这个,写一个,就是短音了嘛,然后有时候就插一个点,一个点在旁边,上面,下面一样,看我的心情之类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就是要是短音 好,这个呢,已经被画上面了,可以在上面,删掉一下,好,这个,嗯,是念啊,OK吗?这是啊,然后这个是注音,啊,是短音哦,啊,这个是念啊,它是长音的,啊,所以是一样的啦,就是短和长就对了 一,这个是注音,一,OK吗?我也可以写这样子,一,一,OK? 这个是,OK吗?短音,乌,OK?乌,OK?乌,这个是,OK吗? 然后这个是 长音,就很像 Hey, Day, Yeah,这个是A, OK吗? 然后有 这样子,然后有加一个点 这个是 OK吗? 这个比如说 Care, Bear, There,这个 这个是比较英式的,英式不会念R在后面这样子 如果你是比较习惯念美式的话,美式英文 你就会念Care, Bear, There 可是如果你是比较习惯念英式英文的话 那就是后面的R不用念Care, Bear, There, Car 很像英文的Car 你也不用念R这样子,这是英式的 如果你是习惯念美式就Car之类的,OK吗? 好,不是重点,不是在教英文 好,这个长音A,这种一个线,一条线这样子 这个是念U,我的习惯是念U, U, E 你要看一下哦,这些,这些的 因为它声音都很像,这些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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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些声音,看英文看起来很可怕 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短音念U,U,OK吗? 这个念U,U,这很像你是在跟人家聊天 然后你叫E,E,E E,E,E反应 这个是E,E,E,Eopt? 这个是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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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E,E,OE,OE,E,OE,OE,O,E 这个要加一个R,所以它就是有R在后面 这个是R,因为是短音 然后R是长音 然后我跟你说看起来很可怕,有这么多 其实泰文这些声音也不是宣布都会用到的啦 就是有一些有可能以前是有这些字的 可是现在就没有这些字了 可是还是要会啦 就是有R,R,R,R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R这个 有什么字,我想不起来 O这个有什么字,想不起来,所以比较少了 这个是念U,R加R,OK吗? U加R,O,因为是短音嘛 这个是U,长音 这个是I, garage ikia就是I啊,短音 然后长音就是I啊 这个是O,短音的,小O,嘴形比较小,很像英文的O,No,Yo,这些的 然后这个就是长音,我忘了写了一条线 然后这个是大O,这个是短音,嘴形比较大,英文的是NOT,LOK LOK嘛,这些,这个是大O,短和长,OK 然后这个是泰文母音,还有一个叫AM,这个是短音哦 AM,短音,I也是短音,I也是短音,AO,我跟你说用注音去写的话 用汉语拼没问题,因为汉语拼是长这样子了 用注音去写I,是这样子 我们有两个I,一个是写外来语的,一个是写真正的泰文 我跟你说,这个是写真正的泰文的字 宣布泰文只有20个字是用这个I,可是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因为是真正的泰文嘛,常用的 20个字是你最常看到的,所以变成两个都常看到啦 OK嘛,好,AO,就是注音是这个,OK,AO 然后,这些,现在比较少用了 我跟你说,现在只有一个字吧,RUSI之类的,SORUSI 这个还有几个啦,TISDI,RUDU之类的 你要知道它念得很像ROR就对了,会泰文字的人 它念得很像这个,这些都从泰文来的,所以有点难 现在这些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又想不起来有什么字 这个是R,OK吗,要弹舌R,这个比较长音哦,然后也要弹舌R,R,R,R 然后这个是很像L,很像L,所以它是不用弹舌 是念L,然后这个,有这个就变成长音了,L,这样子,OK吗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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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然后声调,这已经讲了 我再帮你们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下课了 也不是下课啦,就是今天介绍到这里,这样子,OK吗 哇,变得很小了,好,看一下哦 这个,G,OK,OK,可以这样变得比较大一点,因为比较好看 OK,有,G,就这样子嘛 我看到G,就是个,看到K就是咳,看到ng,就是咳,粵语的,过来就是英文的 sing,这样子,看到J,就是g,OK吗 看到CH,就是ts,ts, ço,这样子,或者xo S就是si,OK?So Y就是yo,看到D就是英文的 D, Dog 看到两个T,声音比较重 是有两个,这是中文的 T, OK吗? T,这个 看到T,这是 T, OK? T,看到T,是 T, OK吗? T,他,痛,这些的 看到呢,N是呢 看到一个B,声音比较轻 是英文的B 看到两个,声音比较重 是P,中文的 P,BA,别宝 之类的 P是per F是fer 一样的 P是per F是fer M是me 看到R,不是英文的R 不是中文的R 它是西班牙或者俄文的R 这样子R,R 这样子不是英文的R,OK吗? 所以要弹舌 可是不会弹舌也没关系 因为泰国人我们平常 讲的时候比较习惯 就是自然啦会念成 L,这样子,OK? L,W,要念出来 W,W,然后这个 看到S一样是念S So,然后这两个H 就是喝,OK吗? O,大O嘴 把它要展开一点 大一点 不是O,它是 Not,O,None 这样也可以,OK吗? 母音有分长音和短音 长音和短音哦 长音写两个 短音写一个 A A I I O,O,O 等一下 U,呃,呃、呃 U,呃,呃 U啊,呃,呃 U啊,呜 亚、呃 然后 O,O,嘴巴要比较小哦 嘴巴比较大 O,O 然后,这个很像有尾音的母音 AM,你要念出来,M,AM,要闭嘴巴,AM,M,AM,然后这些都是短音,这些1,2,3,4都是短音,AM,I,I,O,AM,I,I,O,OK,然后这些比较少用了,这个还有看,还有这用,还有长,蛮长看到,没有很长啦,就还有看到啦,R,OK吗,这些都是泛文的,OK吗,所以出现的字会比较难一点, 如果它出现,R,R,长音,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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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这样子,OK,然后声调就是用数字去后面,写在后面,1,2,3,4,这是声音的1,2,3,4,这样子,那今天就要这样子咯,拜拜,谢谢大家